第九河川局为了补充防汛护水志工专业技能 来到了玉镇大雨堤防进行教育训练 骑雪参加的志工伙伴们在参训后能够实地发挥 测诚所学维护地方以及河川安全环境 将志愿服务的精神发挥至极 第九河川局防汛护水志工从99年成立以来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位的志工以及17个分队的规模 负责守护花莲西以及秀孤兰西泉水系的核防安全 为了要提升每一位志工的专业技能 来到了玉镇大雨堤防进行专业教育训练 防汛志工的朋友们因为在当地也比较熟悉 对当地的情形也比较了解 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次的教育训练来拜托他们 就近帮我们及时的可以了解当地提防的损害状况 志工大队长说这场的教育训练 让他们了解到了河川提防摊地的结构 以及安全问题 更重要的是台风期间 如何与九河局的密切合作关系 达到有效守护河川安全以及环境 第九河川局为了要补充防汛护水志工专业 来到玉镇大雨堤防进行教育训练 期许参加的志工伙伴 在参训后能够实地发挥课程所学 维护地方以及河川的安全跟环境 将志愿服务的精神发挥至极 志愿高雄雄玉镇采访报道 在参训时期训练